大陆知名建商万科集团给员工的2019标语 只有三个字活下去 去年一年中国大陆的股市就跌了22% 加上去年人民币也贬了7% 那当你的股汇是大跌的时候 民众消费也不会好 所以去年大陆传出来消费降级 就是很多民众回过头去吃泡面 回过头去挤公车 也传出百度新浪京东今年都将裁员 阿里巴巴更要求新路取得员工 延到4月再上工更何况台商处境艰难 就连股市也是两年来最悲观 国泰经1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 有近六成民众认为 上半年股市会跌破9000大关 只有5.5%的人看好能突破1万1000点 至少前三季他的经济情况 可能都不会太乐观 最快触底反弹的点可能要等到第四季 国民经济信心被击溃 不论是对现况或展望都是负数 就连消费意愿也由正转负 年金的问题 他就他要消费本身也会停滞 一利休的问题 成本增加这个也会停滞 所以有很多问题的因素综合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要创造一个有利环境 不确定因素笼罩 甚至也让三成民众看虽 GDP将不保二 东森财经新闻 刘记刘子腾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